警方發放的閉路電視片段 顯示6月26日清晨大約6時 有多個暴徒襲擊新疆善善縣 老黑深圳派出所 破壞警車和放火 派出所的所長李常青回憶 一部分人衝上去二樓襲擊門口 他們一開門就被人用刀劈 於是就開槍還擊 其中一名被捕的疑犯留意 他承認儲存汽油、火柴 以及用來切菜和湯牛羊用的匕首準備施襲 他們在出發之前互相擁抱道別 然後就分批行事 又說在派出所放火 來了兩個市民 於是追殺他們 因為他們是目擊者 而他們在行空的時候也沒有分民族 警方說暴徒另外又對巡警 鎮政府以及工地施襲 警方說犯罪組織有17人 他們的首領曾經在2011年年底 承認參加分裂組織監禁兩年半 今年2月以來 他開始非法聚集 多次收聽和收看境外東醫運等等恐怖組織 宣揚所謂盛戰資料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員 中央軍委副主席范長龍代表主席習近平 到駐新疆部隊視察 強調要做好維穩的工作 香港歡頻電視記者何蓉生不道